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登上最新消息 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专业的操作 硬生生的被市场,所谓的市场活动 所谓的市场变成烂大街的市场化行 那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 为什么呢?从最终结果看 那些声称自己做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用户的覆盖 做了很多用户的点对点的沟通的这些 所谓的阿姆总的所谓的亚马逊的品牌收购机构 其实真的拿得出手的有多少个 你到底成交有多少个,你能拿出案例来讲吗? 你不能,为什么呢?你可能跟用户在做交割 甚至说你根本就没有完成交割 你知道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吗? 我们曾经跟不同的,曾经被这种品牌收购的机构 去骚扰的老朋友去聊到这个花期 那大部分呢,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卖这个账号干嘛?我卖这个品牌干嘛? 我每个月帮我挣一百多万的这个美金的这个收入 我的利润妥妥的 他给我那个三五倍的P值,估值我有什么用? 但还没算他还要给我这个扣那个扣 然后一堆的这种法律文件,我看看不懂 谁知道他怎么搞 是吧,你什么时候把我给蒙了 是吧,我想卖高一点,可以啊 你说我这个账号值五百万美金是吧 我要一千万美金,你买买买买,不买 那算了,我自己赚钱 我现在货是我的,研发是我的,销售是我的 选择是我的,我继续赚钱就好了 我卖它干嘛,是吧 那这个是在2020年2021年 我们碰到很多朋友的普遍看法 到了2021年下半年 更加不用说了,对吧 这个亚马逊的整个一个平台生态 包括独立战,SARS建战的生态 已死掉一波又一波了 然后在2022年,大家开始就回到这个话题了 就是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去考虑 这个怎么样去做公司的资产的管理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有人说我卖账号 就是卖账号 这卖账号本来就是一个很古老的生意 对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不这么认为 你的账号跟你的品牌 包括你的销售渠道 包括你的独立战 包括什么样战的 其实对你来说 其实是你一个公司的资产 你的投资 你的退出 其实是任何一个投资方 都应该考虑的事情 有人说在创业的时候 在合伙的时候 不应该考虑退出 但是往往出现问题最多的时候 就是在退出机制上面的 这种不清晰 模糊 含糊 甚至出现各种各样的纠纷 退出的时候 到底是退回原始的股份 还是一文不退 我就跑了 我不干了 还是说我去做 根据实际的营收 去做一些评估 然后去回购 还是干嘛 就是你在做任何一个投资的时候 你应该考虑投入 也应该考虑止损 而这个止损呢 其实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看到了这种止损的 这种压力 已经越来越明显 对于卖家来说 尤其对于这种多渠道 铺货 金铺 饭铺 金品 甚至说 已经开始脱离SARS建站 开始做半自动开发建站 甚至完全自建站 甚至完成一个APP端的这么一个卖家来说 他会更加考虑 哪些是要去砍掉它止损 因为他会发现 他必须要用他所有的精力去突破一点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2021年的下半年 我们在国内互联网 环冬 对吧 带人 带钱 带资 有产业资源的这种跨界的 跨界的新卖家 是越来越多 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些更新的这种 对于行业的认知跟观点跟打法 更多是一些降维的 当然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PUA 对吧 你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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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跨界的都不行的 都是我们最厉害 有时候挺无奈的 就是这些所谓的大厂 那他最喜欢的PUA 你们这群跨界电商卖家 一个都不行 很low 只会帮货 只会卖货 没前途的 没前途就是 还是我们这群行业的朋友 去获得持续的增长 没前途也是我们这群行业的朋友 去吃生起了跨界出口电商 百亿的 千亿的 甚至为了万亿结实上 没前途也是我们这帮 务实的跨界出口电商的朋友 去支持了 数十上百个 跨境出口电商综合试验区的 未来的发展 并不是这些所谓的大厂的朋友 拿着钱 拿着高道上 拿着风头的钱 那这里我们要必须要吐槽一个事情了 去澄清的高道上的风头 对吧 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白菜化的 这种我们叫菜市场化的 四个人就说是FA 四个人就说我是投资机构 四个人就说阿米尼要给我项目 四个人就说你们这种小媒体 我们不需要你 你不告诉我项目 我自己叫去 在2020年的下半年到2021上半年 我们碰到很多形形色色的 这样的FA 倩客 投资人 机构 风头 络绎不绝的来找我们 尤其是当安克创新上市以后 这个市值500多600亿 这样所有人都惊呆了 当户外产品 火爆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呆了 都想去找凯乐时 包括复兴集团 包括各种各样的亮丽的资本 都想找复兴集团 海拉斯的中学资料 都找到我说 阿米你能不能拉个群介绍 我跟中学 抱歉 一个人都不介绍 你们也想要找 自己找中学资料 因为中学会有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规划 这种海拉斯会有自己的看法 他说你不对啊 我介绍了以后 我不是可以给你FA的分用 给你分点吗 不用 谢谢 我不是三岁小孩 你这种套路 我没兴趣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这钱拆了进入口袋 对吧 还不如我跟中学说 中学 现在有人要找你融资 让他分的钱 我给你分好不好 你九我一都可以 这样的逻辑 说千到万 其实只有跨境出口电商 曾经成也销合 败也销合的跨境电商 资本市场的风投机构 倩客 这很长时间内 从2013年开始 其实帮了我们行业 很多的朋友 实现了认知财富 以及血淋淋的教训 对吧 所以比如说 远都不说 这个安然销王的 这个环境预购 对吧 远丑他乡的价值链 一蹶不振的 这个帕特逊 泽宝等等 然后这个 安然退出 被迫出局的通拓 对吧 这个行业 已经不缺 成业资本 败也资本 更加不要说 那种还要你业绩对赌的 更加不要说 一开始就要去伸手到 你的运营里面的 这种产业资本 忍住你的手 天天最想把手 伸到这个 跨境电商卖家里面 你有产业 对 你有资源 但是你不懂行业 请你尊重这个行业 务实的客观发展规律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